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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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Kennedy 今天我要來介紹這首歌 我只能說 我真的太晚認識他們了 但是沒關係 一切都還來得及 這首歌就是來自台灣R&B界的 新視率唱作樂團 《糖貓 Sugar Cat》 在今年6月3日的時候 所發行的首張同名專輯 裡面的其中一首歌曲 走 那我在介紹這首歌曲之前 其實我比較想要好好介紹 《糖貓》這個樂團 因為他們樂團的風格 老實講 在現今的華語樂團當中 真的是不容小覷跟不可或缺的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的前半段 會比較注重在介紹《糖貓》這個樂團 那後半段才是這首歌 所帶給我的情感的部分 這樣子 《糖貓》這個樂團 前生其實是在2011年 所成立的史貝斯考克樂團 《Space Cake》 那他們的團員總共有四位 那如果大家比較熟悉他們前身的話呢 應該會是在 第三十屆的政大驚險獎 他們有得過創作組的冠軍 只是在2015年的時候 其中有兩位團員要當兵 那另外一位團員因為工作的關係而離團了這樣子 所以在那一段期間呢 他們等於是有點解散的一個狀況 那一直到了2017年的8月 他們才以《糖貓》《Sugar Cat》這個名字 重新再出發 那也加入了新的團員 同時呢 也決定以雙主唱的方式來做發展 那《糖貓》總共有四位成員 分別是主唱兼吉他手阿蘭 再來是主唱兼鼓手高貞 再來是鍵盤手邵魚 最後是貝斯手三智 那原本他們會取這個名字 是因為他們其實一開始 只有取Sugar Cat 就只有英文的名稱 其中一個原因是 Sugar Cat跟以前的Space Cake 他們的縮寫都是SC 有一種延續以前故事的一個感覺 那後來他們把它翻成中文之後 Sugar Cat就是糖嘛 可是他們把糖果的這個糖 換成唐人街的糖 主要也是因為他們希望在他們的 那麼多的元素當中 包括POP啊、R&B啊、Soul啊、HipHop 這些元素裡面加入中國的情調 所以才把原本的糖果的糖 改成唐人街的糖 而糖貓這個詞本身的意思呢 就是混種短毛毛的意思 也就是我們大家所知道的米克斯Mix 那他也有接毛的意思這樣子 而雙組唱這個想法 當初他們其實就是想要 讓樂團有一種創新的感覺 而且現在台灣雙組唱的這個形式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有的樂團形式 我只能說 他們 這個真的很成功 我必須要好好的誇獎一下他們 而且也是因為我這一次聽到他們的音樂 聽到他們的歌 我更想要讓更多人來知道這個樂團 糖貓 那這首歌呢 老實講 我為什麼會想要介紹這首歌 是因為 第一啦 這首歌是讓我知道糖貓這個樂團的第一首歌 再來這個原因是因為 所以說起來有點好笑 就是有一天下午呢 我就很無聊 然後再就是寫寫東西啊 然後編曲音樂 突然間 這首歌就這樣 砰 出現 然後那時候聽完之後我想說 這什麼歌 就是有點驚訝 但是已經過了你知道嗎 我又是用那種隨機播放的 我就馬上按上一首 然後看到啊 糖貓走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 我覺得這首歌真的是 聽到直接 直接都嗨了 直接高潮 耳朵都出水 好像臉太誇張 但我真的覺得 這首歌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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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好聽 對我來講 而且我覺得我這一次很難來介紹 他們歌詞裡面想要傳達的故事是什麼 或者是這首歌他們的背景 想要傳達給大家的概念是什麼 是因為 對我來說這首歌就是 那就是一個第一感覺 因為我剛剛講這些歌詞 還有什麼故事啊 在我看來都是對這首歌的加分而已 就是我聽到這些故事 我會覺得 原來這首歌的背景就是這個樣子 原來他們的歌詞是這樣寫 但是他們都不足以影響 我這麼喜歡這首歌 它只有讓我更愛而已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這首歌真的太好聽了 真的太好聽了 所以我並不會覺得 怎麼辦 我今天真的不知道要說這首歌的故事 帶給我的心情是什麼 是因為 老實講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歡這首歌 因為我太久沒有看到 以這樣子的曲風 尤其又是雙主唱的方式 所呈現的樣子在華語樂壇裡面 這真的是很難能可貴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他可以一直一直延續下去 拜託唐貓 你們不要只發這張專輯 你們要一直一直一直做下去 好不好 而且我自己很喜歡 但蕭敬騰曾經在今年中國大陸一個 算是選秀型的歌唱節目裡面 所提到的一個概念就是 各位朋友我們不是歌手喔 我們是唱作人 創作永遠我們把音樂放在最前端 音樂本身就必須有情感 不是要靠詞來帶出情感 詞它是輔助再加分 旋律本身就有情感 先讓我聽到這個 拜託 其實就是這樣子 旋律它本身就有情感 所以這首歌 走這首歌完完全全就是用旋律跟裡面的音符 來感動我的一首歌 我覺得我真的沒有辦法講出這首歌 因為 要怎麼講 我已經都不在乎 就是這首歌的歌詞寫什麼 或者是這首歌 就像我前面講的這首歌 想要傳達給我們的故事背景跟理念是什麼 是因為這首歌一出來 就已經打動到我 而且對我來說 我覺得不只只有這首歌 這整張專輯裡面 有幾首歌我是非常推薦給大家聽的 像是KID啊 像是12345啊 你在哪 讓我感受這夜晚 紅 Lonely 風 唉唷 我又忘了 我覺得這幾首歌真的是 我非常推薦給大家的 那當然還有他們前後出的單曲 像是平凡日落跟出聲無味 怎麼辦 我沒有說 只是我聽完這首歌 給我的感覺是什麼 大家會不會生氣 可是我真的覺得就是這樣子 創作它就是一個藝術 而且藝術是非常非常主觀的 如果在那一個瞬間 你有打動到我 它就是有打動到我 所以喜歡的人喜歡 不喜歡的人不喜歡 而創作本身它最有價值的地方 是在於 欣賞的人可以從中得到快樂 或者是任何的情感 那這就是創作它最棒最美的地方 所以這首歌呢 還真是讓我快樂到了極點 怎麼辦 我覺得今天這個影片很像瘋子 就是一直在笑 然後不知道在笑什麼意思 但是這首歌真的好好聽 真的真的好好聽 我太久沒有聽到 這樣子風格的音樂了 當然還是有這樣子的歌手 只是這樣子的樂團真的好少 然後我真的好希望糖貓可以盡快的 推出更多新的音樂 而且我自己本身 我的音樂平台上面也有 建立了一個歌單叫做 糖貓讓你傷 是不是有點噁心 但我真的 我好愛他們喔 我才認識他們 如果從一聽到這首歌到現在 應該也只有一兩個禮拜的時間而已 而且我即將要去那個 嘉義在七月半的J星音樂季 然後他們 會去 好開心喔 真的現場聽到他們的 這樣子的風格 我真的覺得很爽耶 真的很爽 糖貓拜託 繼續出專輯 繼續出歌 我一定支持你們到底 然後這首歌 我希望大家會喜歡 怎麼辦 我就是這個 沒有什麼太大的重點 我只能說 真的啦 創作就是藝術 然後其實本身歌曲 它就是有故事的 它就是在這個瞬間 甚至到現在 都有感動到我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然後我也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首歌 當然我翻譯也是有翻得好啦 我沒有亂翻好不好 我沒有因為這首歌 怎麼樣 我真的太喜歡這樣 我就亂翻 沒有我英文還是有翻好 所以 真的很喜歡 大家會喜歡這首歌 然後也要多多支持 糖貓這個樂團 這首歌呢 就是來自糖貓 Show your cats 在今年6月3號 所發行的首張同名專輯中的 走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下次再見喔 see you bye bye